古人求子之道 天人合一 内经说 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交和运结运育演变出万物 自然界的雌雄交构阴晶阳气 南京女写的构合 就是万物滋养化生的道理 生物的前提条件 就是精气的构合 所谓精气为物 由魂为变 精气为阴城其行也 由魂为阳化为气也 阴阳气和 精神存乎其中矣 精气充足神变于其中 所以又说 天地之动静 神明为之刚迹 天地阴阳 动静神明皆在于变动之中 亦所谓阴阳不测之为神 一经说 神大用则节 行大劳则弊 故曰精气神是人身之大本 不可不谨慎的养护 人和万物都是依赖于天地二气而生育 顺应四十气候变化的法则而成长 以人来说 天地之间的气息交和混融 就是人的全部生命体 所以人消天地 人与天地相合相应相通 天有四十五行 表现出一年四季春生夏涨秋收冬藏 并且生发出风鼠湿造寒的气息 人有五脏化身武器 以生出情志的怒喜思忧孔的变化 喜怒伤气 寒暑伤行 暴怒伤阴 暴喜伤阳 人身脏腑经络 与上下四方相通相合 自然界和人身的气息出处各有明目 气血所发各有缘故 四十阴阳尽有经济 外内之阴皆有表里 人身本于阴阳 其筋骨血肉毛发脉络久俏 皆与天气相通 古代明通天道的人 与天地合其德 剑运不息 厚德载物 与日月合其名 衣食而行 光照千秋 与四十合其续 法于阴阳和于树树 与鬼神合其吉凶 心地光明 不忘作为 食饮有节 起居有常 不违背生活的常态 故正气存内 身心无病 且精神旺盛 而想过百年之期 行销天地 人生禀受天地阴阳二气 就有了生命和生存的条件 生育是依赖腹经母血 而成就其形体 皇帝内经说 人始生 先成经 经成而后脑髓生 骨为肝 脉为盈 筋为肝 肉为强 皮肤间而毛发长 骨入于胃 脉道已通 血气乃行 人始受孕 一月如诸鹿 二月如桃花 三月男女分 四月形象聚 五月五脏生 六月六腑成 七月观翘通 八月游其魂 九月三转身 十月受气足 等到出生之后 头缘向天 足方向地 五脏法五月 九翘已分布九周 四肢四四十之分 六腑与六绿相配 眼目同呼日月 呼吸游呼风云 气血行泪将合 毛发笔之草木 一年项类三百六十节 二长应二十四气 天有风雨寒暑 人有喜怒取雨 天之气生 人之气一生 天之气降 人之气一降 福一福 沉一沉 人与天地气息通 与天地阴阳合 行气相感 自然界里 天地是形体最大的了 阴阳是气机最大的了 形体和气机相互扶持 充实依附 始终不能有所偏废 男女阴晶阳气的构合 万物孕育化生 天地阴阳之行气 和人身的状态 相应相合 人们说 男女七八的数字 七为少阳 八少阴 相互感应 交流通达 所以 女子二七而天鬼之 男子二八精气胜 阴晶阳气 交相融合 是照激化欲的开始 说九 十之数 九老阳 十老阴 相互包含而赋予形体 所以九之数 为阳纯而无阴 为阴 能使它兴起 就是阴阳相互滋生 而成其忠实之故 元气之孕育 都是余子 自此推算 男子左旋 积三十年至四 女子右旋 积二十年到四 似为正阳之气 阴气跟从他 处在四位 怀孕之时 男子左旋十个月 而生于阴 女子右旋 十个月 而生于身 身为三阴之气 阴为三阳之气 三阳三阴 是生育最佳之时 人的禀赋不同 身体有强弱刚柔 脉象有浮沉持树 气有多有少 血有胜有衰 都是遗传所造成的 不容易改变 另外 根据出生地域的不同 天象地脉 风俗气候水土 生育子女多少 与土地厚薄 和体质也有关系 因此 古人总结说 荆州 扬州二帝 土地薄弱多育女子 雍州 济州土地厚重多生男子 人逢极庆之事 则有祥和之应 如梦雄脾为生男之祥 梦蛇类都是生女之兆 天下物类之理 都可以推测 至于说胎运变化的道理 更为玄虚 有所谓转女为男之说 依照大道理 也是自然界应有的现象 如实撞击 是取法阳经 而存于天元之所 佩戴雄黄 是取诸阴经 而存于地脉之处 操持弓箭 守着辅药 最取法于刚见之物 而见于人世吉凶的缘故 气类前通 物类相聚 造化秘遗 一定发生在胎运三月后 形象征兆才可能有应 大概来说 形象仪态尚且还不完备 所以它的形容气象心智 要依赖孕母的精神而变化 羊可以转阴 阴阳动静 所以可以相感相应相和 观察生物世界 制软浮化 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胎感应验 那些格调高尚的人说 胎教生育之书 不要视为迂腐浅薄 甚或以为是迷信之论 而不能相信 观察那些书香门第之家 世代都传承着 关于道德礼仪 父夫之道的良好教育 并且为人处事 都敦厚赌实 庄重严谨 至于传宗接代 任身养育 自然不能轻率 所以生出的子女 都是那么清秀英俊 又观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起居饮食 生活行为 皆能有所触犯 其中的相互感应 如响随生 如影随形 譬如居处环境 有一点点的修墙破土 刀斧剑机 也一样触犯抬起 触犯刀刃的 形体必然会有伤痕 触犯泥浆的 酒窍 必然有淤塞 触犯打击的 颜色必然清暗 身边有细腹绳索的 必然有似绳索 拘紧蜷缩之状 吃阳精的 生出的子女眼睛 必然清白 吃兔肉的 生出的孩子 嘴唇部位 必然有短线 如此之类应验 非常明显 至于说为善而制服 因恶而招惑 大概都好像是 冥冥之中 自然而然的情形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哦